在一部鋼彈作品中,雖然最常被觀眾注視的八成會是主角駕駛的機體 但作為主角對立面的反派,有時也是會有很棒的機體設計 縱觀鋼彈作品40年的歷史,漫長的歷史中究竟有哪些反派機體讓我印象深刻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Sing!今天機筆評價細節來到第二集,反派機體特輯了 今天一樣會選擇七台讓我很印象深刻,出色的反派機體 喔對了,提到反派這個詞會有一點點敏感,所以我想要先聲明一下 除了少數明顯是世界之二的角色之外呢,反派不見得是壞人,只是剛好站在主角的對立面的 還請大家不要覺得反派這個詞只有充滿貶義 那麼因為反派駕駛的機體的這個前提來講呢,入圍機體就不見得會只有鋼彈 所以選擇性就變得更高了,我還滿有自信這個榜單會充滿驚奇 跟我自己個人的感覺的 好啦,那麼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機體推坑囉! 喔對,今天這集沒有任何業配,不用擔心看到一半被GANK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鋼彈系列影片 第一台印象深刻的反派機體,我想不免俗的還是這台 UC紀元的夏亞專用薩克2 機體編號MS06S,機體高度17.5公尺,機體重量56.2噸 以往的機器人作品來講呢,玩具要好賣的第一要件就是顏色鮮豔 外觀要零零角角 但是薩克的設計卻做出完全相反的決定 不僅讓他的主攝影機只有一組 看起來像個獨眼巨人一樣 全身上下設計也是充滿圓潤跟均武感 臉部竟然還做出這種管線外露的設計,讓人會懷疑,哇塞,認真的 當然就是因為這些打破以往機器人作品嘗試的設計 薩克作為主角方鋼彈要對抗的反派,才會顯得有特色 你拿薩克去對比那個年代其他機器人作品的反派 也可以明顯地感受到設計的方向差異 在故事設定上,遊戲巨人的戰爭原本都是聯邦對吉翁的一面倒戰爭 直到薩克2正式量產並投入乳母會戰之後 憑藉薩克2強大的積極性能壓倒了聯邦艦隊 雙方的戰局才進入膠著 對,薩克2在設計上就是這麼兇 但是在劇情本篇中呢 薩克2卻是作為被鋼彈打爆的一號雜兵登場 下架子的專用薩克2作為隊長機 設計上比起普通制式機多了一根天線 方便隊長指揮作戰 連整體推進力都比普通的薩克2多了30% 欸對,只有1.3倍 手速這台薩克2比其他人快3倍的那個傢伙 八成眼睛是有問題的 夏爾專用薩克2之所以經典除了紅色的配色很強烟以外呢 跟駕駛員夏爾的個人魅力也有非常直接的連接 這台薩克2剛多場沒有多久就給了阿姆羅一技飛踢 駕駛員還講了一些騷話啊展現逼格 那個震撼是很大的 雖然夏爾在他整個UC歷史中換了超多台機體 薩克2的性能或許是被吉翁克、百事等等的機體碾壓 但以歷史定位來說 當觀眾討論到鋼彈的素敵的時候 下意識的反應不會是基恩也不會是李昂 第一個在腦海中閃過的機體絕對會是夏爾專用薩克2 或許我們都把這台紅色薩克的存在當作理所當然 已經不會注意到了也說不一定 但紅色素敵配白色主角機的這種機器人動畫公式 完全是這台薩克2開創的風氣 光是能夠帶起這樣的風潮 就足以認定這台反派機體夠經典 第二台經典的反派機體 我給這台同樣是UC紀元的精神感應鋼彈 機體編號MRX009 機體高度40公尺 機體重量388.6噸 登場作品是機動戰士鋼彈的續作 機動戰士Z鋼彈 最知名的駕駛員是悲劇的女主角鳳春雨 這台機體是聯邦的新人類研究機關設計的 針對強化人所製作的機體 雖然灌著鋼彈的名字 但是其實定義上比較像MA 那機體設計上很明顯的參考了一年戰爭末期的吉隆克 武裝的部分特別雷同 像是手指、光速炮之類的 這都是吉隆克有的武裝 另外在防衛面上 精神感應鋼彈配備愛力場 搭配強大的火力跟無敵的愛力場 精神感應鋼彈基本上就是個堡壘 要完全應用這台機體 駕駛員必須要能夠駕馭機體內建的精神感應裝置 所以在駕駛員的挑選上 只有新人類或者強化人可以達成這台猛獸 但大家也都知道的 鋼彈世界觀中的強化人或者新人類下場都不太好 如果你是女強化人 抱歉啦 導演是真的可以為所欲為的 精神感應鋼彈之所以給我很強的反派感 除了跟印象中的白色惡魔鋼彈差很多的黑色具體之外 他的駕駛員開創的女強化人悲劇 戀情攻次更是40年不膩的經典攻次 精神感應鋼彈雖然在劇中表現算是不濟 但是作為反派也絕對是夠經典 附帶一提 明顯參考精神感應鋼彈設計的毀滅鋼彈 我也蠻喜歡的 第三台我認為很經典的反派機體 是這台來自機動武鬥傳G鋼彈的惡魔鋼彈 機體編號JDG009X 機體高度核心部分23.9公尺 機體重量核心部分41.2噸 上面有特別提核心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這台機體真的大得很誇張 搭載DG細胞的這台機體 已經完全超出我們理解的真實系鋼彈設定 雖然說G鋼彈裡面本來就有很多值得吐槽的機體 還有駕駛員 嗯對駕駛 但機體設定上來說 用體感操作機體根本就很合理 基本上PS4規格的遊戲像Just Dance就能做到了 根本不用說國家級預算等級的鋼彈 這肯定是小case 那閃光長在設定上 說穿了也只是把機體能量從手中放出來的技能 以上這些就算你看了會覺得黑人問號 這些三小 但都還算是有合理的解釋 可是惡魔鋼彈的機能 自我在生 自我繁殖 自我進化 這已經完全超脫我對科學的理解了 進入略為玄學的領域 在遊戲裡面 惡魔鋼彈竟然真的會生兒子 叫做惡魔鋼彈二世 就故事意義上 惡魔鋼彈是人類破壞大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報應 蠻有故事性跟寓意的 可是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其實不是這些 單純就是覺得 哇這東西好浮誇啊 超像蓋特裡面會不會出現的侵略者啊 而且最後他那個被你農我農天驚拳 放閃放死的超害羞死法 算是各種讓人同情的機體 第四台印象深刻的反派 又回到了UC紀元 鋼彈NT1 機體編號RX78NT1 機體高度18公尺 機體重量40噸 這台機體肯定會讓人覺得 欸欸欸信 他不算壞人吧 怎麼可以把他放進來這個排行榜呢 那首先我想先澄清 反派這個概念不見得是壞人 單純是站在主角反方意見的立場而已 那0080的故事是從 阿爾跟巴尼的角度來看 那站在對立面的反派 肯定就是這台鋼彈NT1了 這台NT1也是聯邦的四座型MS 開發時期是在異年戰爭的末期 因為當時阿姆羅的愛基RX78 已經逐漸跟不上過於 強大的阿姆羅的反應速度 為了讓阿姆羅能夠無雙開砍 聯邦緊急開發了這台只有 怪物駕駛員才能駕馭的鋼彈 NT1跟普通的鋼彈最大的差距 我想應該是為了配合阿姆羅的反應需求 大量追加的噴射器跟防禦用的全身裝甲 那麼NT1為了對應阿姆羅的駕駛技術 除了機體上裝有大量的噴射器外 連關節處上都有磁器附膜提升反應力 那機體的反應速度是快到 測試駕駛員都覺得哇太敏感太敏感 可以說這台機體要是真的在一年戰爭末期 送到阿姆羅手上的話 集中就可以早點投降了 但克利斯終究不是阿姆羅 這台機體的最終結果竟然是被薩克2打爆 讓很多觀眾對NT1的性能產生很多的質疑 但它其實是一台不輸給RX-78的槍機 對它印象深刻的理由 除了巴尼你不用再戰鬥了以外還能有別的嗎? 好啦其實是有 因為前面兩台鋼彈型的機體雖然名義上都是鋼彈 但明顯就是以壞人的概念去設計的壞分子機體 可是NT1無論配色或造型都是正統派主角機 但在口袋中的戰爭卻是以反派姿態登場 要觀眾站在薩克的角度面對鋼彈的視覺衝擊 其實還是很讓我印象深刻的 那麼第五台跟第六台反派機體 我想就放在一起講好了 來自機動戰士鋼彈 Sid Destiny 自由鋼彈跟攻擊自由鋼彈 機體編號各是 ZGMFX10A跟ZGMFX20A 之所以把他們列入反派名單的原因 很簡單 其實真的很簡單 就是在劇中的所作所為 那一定有觀眾說 媽啦!你這是針對基拉大和才這樣排的 說對也對 說不對也不對 因為攻擊鋼彈在我眼裡不算是反派機體喔 Sid時期的自由鋼彈也不算 因為那個時候的他們還算有信念 沒有那種上帝制裁人的感覺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Sid Destiny 這時期的自由鋼彈幹了什麼 我還需要多說嗎? 全程秉持著歐普以外的人都不是人的道理 無論是幫著歐普援手、架空政權 讓歐普直接變成地球聯合的附庸 又或者無視平民攻擊機場 好喔!你就說這些在機場的人穿西裝 搞不好是軍人啊不是平民 喔是喔!那這個小朋友 你該不會要說他是同兵吧? 這小朋友也在機場裡耶 他嚇得了手喔 那整部劇裡面 自由鋼彈的行動幾乎是 只要某個粉紅說打誰他就去打誰 大部分時刻都在搞火力鎮壓 行為上毫無原則可言 質疑拉克斯政權 啊我打 有人對卡加里提出質疑 他哭了所以我打 歐普先對札夫特開槍 但是札夫特你們竟然敢想要反擊 我不管我就先打爆你們整艘船 爽 那攻擊自由鋼彈的部分 好像戰果是很漂亮 戰機的確是很漂亮啦 但他的行為完全是配不上 機體名號的自由的一個侵略者 大家都記得攻擊自由鋼彈首次出戰 是因為拉克斯被攻擊對吧? 但沒人記得那場戰鬥 是因為拉克斯偷偷跑去殖民地 偷人家資料才發生 PLANT被偷東西 還要被打爆一堆MS 吹爆 第二場攻擊自由鋼彈的戰鬥 則是發生在歐普 帥氣勇戰的最終結論 是他們成功互送藍色宇宙盟主上去開炮 打爆一堆殖民地 死了幾百萬個人 而且他們沒有一個人道過歉 第三場戰鬥則發生在 命運計畫發表會結束後 這是人民投票通過的政見 鼓勵大家找到自己的夢想跟方向 但攻擊自由鋼彈方只是因為看這個計畫不爽 直接下去PLANT打爆所有人 搭配吉他大河那幾話的一個台詞 大家的夢想如果都一樣那就好了 這些話放在現代看你怎麼看都有問題啊 這句話甚至不是我去翻設定集找到的 是劇中的原劇耶 雖然劇中看起來機體的表現是很帥 但是我們持續去深究的話 攻擊自由鋼彈的行為 不接受一擊直接用武力鎮壓 比上面任何一台機體都還要像反派 簡潔真的是可以把反派演得很像好人的神奇海螺耶 那第七台印象深刻的機體 其實他不是在劇中做了多少壞事 而是因為他的定位非常特別 來自機動戰士鋼彈 Double O 歐鋼彈 機體編號GN000 機體高度18公尺 機體重量53.4噸 這台機體是天上人最初的鋼彈 同時也是Double O 世界觀中 第一台搭載太陽爐的機體 意義非常的特別 歐鋼彈的第一個駕駛員 是大型新人倉月笙配的 阿姆 李鵬茲 歐馬克 在李鵬茲藉由武力介入 測試歐鋼彈實力的時候 無意間救了主角刹那F賽耶 對當時對神很失望不再有信仰的刹那來說 歐鋼彈就是和平和希望的象徵 儘管他的駕駛員跟機體 當時根本就沒有要救贖誰的意思 但有時候偉大的成就都來自意外 刹那因為陰錯陽差 被李鵬茲無意的舉動感動 從只懂得破壞的同兵 最後成長成偉大的願意傾聽的變革者 故事最後揭露了 李鵬茲當時根本就不care刹那 只是一時興起救了他的這件事情 對我個人來說 這是比什麼都還要衝擊的劇情轉折 這同時象徵了 刹那一直以來的信仰 都只是被安排出來的盲從 歐鋼彈他既是刹那的起源 同時也是刹那的成長路上要面對的終點 只有擊倒自己曾經盲從過的對象 他才算是真正的脫胎換骨 這樣的安排非常有意思 最終戰也是然到沒有話說 算是這十多年來 我覺得收得算滿意的一個最終戰 那麼特別講最後一台反派機體 我真的覺得是 來自鐵血的孤兒 格雷茲破滅魔劍運用型 機體編號1B06 機體高度17.8公尺 機體重量30.2噸 格雷茲我覺得作為小賓是很有特色的 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 格雷茲破滅魔劍運用型 先給不知道破滅魔劍是什麼的觀眾 小科普 這是鐵血的孤兒世界觀中的 超高速 超他妹的遠程 一擊必殺的無敵武器 因為只要這個武器一出來 那劇情就是沒得商量 你愛的角色就會近乎已 絕命終結在那種毫無道理的方式被送下台 無一倖免 破滅魔劍是非常反人類的設計 我上面講到反派機體就是主角的對立面的機體 那是破滅魔劍運用型 是站在所有我們認真看動畫的觀眾的對立面 真正的孤兒機體 氣氛大師 我再次強調 收掉主角權不是不行 要主角權輸掉也不是不行 但都是演出是否能夠讓人接受的問題 剛在OO第一季演的一個天上人全面 氣氛好不好 有沒有絕望感 都有啊 0080 巴尼被收掉 你不爽歸不爽 它是不是個好作品 那當然是 因為這些作品 要讓劇情走向一個悲劇 一個主角敗北的局面 都是有條有理 慢慢演給你看 解釋給你看 為什麼他們會輸掉 而不是破滅魔劍直接送走人 這不叫收尾 這叫放黑槍 強行結束劇情 沒得商量 上面那些反派機體出來 有些給人霸道 蠻恨獨裁的感覺 但破滅魔劍搭載型的機體 從頭到尾都給人一個 幹又是你的這個氛圍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反派 而是支持這作品 所有人心中的反派了 好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你認同我這個個人的排行嗎 你心中最印象深刻的反派機 是哪台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發表你的看法 也影響我的看法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給你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因為訂閱的不見得會跳出 通知你的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可以在留言區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好啦 兒子